哇塞 我不敢讲话诶 警方整个人吸进去诶 很恐怖诶 他有一点抓不住他诶 一来一身不可以驾这种车 太危险了 因为他们又紧张嘛诶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 又要上你车的节目 这是我们又要上你车的第一集 今天非常特别 平常是我是拿改装的车 JDM 的车 他跟他讲他很像老师来师 我可以讲是什么呢 可以Affortable的老师来师 啊 这个是BRW最新的i7 然后也是全电子的车 这次的我们的嘉宾 是叫Vincent Sim 我们的WSBC Belvinters协会的主席 Jay Pong的老公 来我看这次的出厂不一样一点 啊这点按下 我看到吗 老板车就有老板的样子出厂 耶 哈喽 来 这样按这边关是吗 啊对 OK OK 这样按很大力 所以啊 耶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好 是你们 欢迎Vincent Sim 所以我看这次的车 不是 车 他的GTR的 哦 拍了两年了哦 可是GTR被 我拍了 碰子了 他的GTR呢是 Black Series Black Series Black Edition Black Edition 然后他车是 Stop 车 没有什么改 然后加上那时候我拍了 另外两辆GTR 再拍后我觉得太相似了 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拍了 可是也刚好 他的家里有 刚进了一辆车 我有看过 我没有做过 但是你是我身边的朋友 该是第二第三个人买 这是 BMW i7 就是一个全电动的汽车 然后它有很多功能啦 就是 affordable 的老师来自 哎呦 听到我讲我讲 老师来自至少你讲 旧一点的话 100-200 万嘛 但是这个价位来讲 可是它的 look 跟它的用处 在它这个价位 硬要有的东西它都有了 对对对 老师来自很多 feature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有的 有时候我还觉得它的 look 还比老师来自 来个时髦跟雄一点 对对对 不要讲品牌啦 老师来自肯定是在那个位置啦 但是它的有这个 look 跟这个价钱来讲 我觉得是蛮 affordable 我觉得电动车跟你普通驾啦 它的分别会在哪里 它的 main point 就是 你会踩少很多 brake 然后你的 brake pad 会可以达很久啦 因为当你踩到一定的速度 它 detect 到前面有车 brake 着的时候 你一放开车以后 它就自动把你拉车回来了 它就三天来我们的 downshift 是给它再 recharge 的 battery 好像那个我那时候见那个 EQB 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介绍你去过去了 对对对 就一个 battle 基本上 就一个 battle 可以打天下了 哦 现在车是越越懒惰 对对对 这次的体验跟每一次我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车 mostly 我也是想要驾驶的体验 可是也是想要做它后面的感觉 before 我来跟他 访问他的时候 看到很多 feature 是蛮特别的一些 有电视机啦 等下有个 touch screen 啦 那些是个老板车啦 但是我本身是很爱驾这辆车啦 before 我们去试驾前呢 因为我们没有司机嘛 所以我们就先来 try 一下它的后面 进来的时候啦 我觉得哇 我可以在那边翘脚耶 那个程度是很大 这个车的后面有什么 feature 这个不只可以翘脚 这个肯定可以躺平耶 蛤 躺平 对啊 躺平啦 就是我接到 mood 后面啦 没有啦 就 哈哈哈 哇 大 spin 的咧 它整个是打直掉了 打到去就是前面咯 哦 这个起来了 它是准准耶 你看我 180 啊 哇 还起来咧 哦 哇 这个也会起来耶 对对对 放脚 哇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开始你的按摩 哈 还给按摩 哦 很夸张耶 我很刷拔一下 因为我没有试过 车里面有按摩 也在夹上打直 我180 然后我脚还动不到 bader 所以基本上是很舒服的 像爆发烟那些也用不到的 用不到 因为它是上到你的烂 对对对 然后它顶不到 可是这个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这样做 还有一个电视机哦 哦 你就可以在那边看电影 哦 是哦 没有看到哦 你可以在那边Netflix OK 蛤 可以看Netflix啊 对 哇 基本上你这个东西 是后面可以控制整辆车的 对对对 方式 因为后面才是老板嘛 前面在听这个FM的时候 你一 flow down 这个就是听你的办法 不养你的控制 做这辆车的音响呢 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音乐家 叫 Hans Zimmer Touch screen 啊 呃 它是 touch screen 但是这个我是另外去买Android的 哦 哇 是Samsung TVN哦 对 是Samsung TVN 可以叫一个司机帮我驾 然后我们在后面聊天嘛 哈哈哈 Sing forever 有一个 有一个影响的感觉哦 哇 可以看我戏耶 我们看我的那个小影 祝你 欢迎回来我的气 今天我就跟你们讲一下 我叫了这两个的 心爱的小力 三年半后的感想 我们就看Joker了 我Joker哦 哇 这驾车人发很辛苦哦 Driver嘛 嗯 呃 last scroll 下来 adjustment reset 嗯 哦 哇很高现在其实这样发起到 可是只有我享受到不好咯 跳到很很position很准 后面还有什么特别的feature 我看到这个可以开的哦 这就是给你们 Essential of电视机的 哦 你可以自己加 BMW你可以自己买一个电视机 加下去的 一个选配就是没有这个 哦 呃电视机的 所以就可以加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Charger 嗯 Charger 这个它有东西起来的 有blind的有blind的 你按 blind哦 哦 然后后面也是可以按 哇 哎呦 嗯 很solid哦 它的声音哦 来这个 这个不能开的啊 这个可以开 哇 然后这边马上 就有那个线条登的哦 感觉到很premium哦 对对对 很solid 哇 这个车 哇 还可以好玩呢 这个 哇 真的是instantly 一按它就走了哦 它没有delay的 它没有delay的 试试不要 没有 他们还不懂 哦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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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开不用按的 按这个 因为这个是in case 如果它的stuck了 你可以用这个来开 试试 这样solid的 它会fuel大个臂 如果有人还会自己停 就会停 你可以叫人家占个臂 然后你再关那一次 哦 它就是还有sensor啦 试试 这样大力的啊 这次人家突然进来搭墙 你也是搭墙不到的哦 哦 所以就开不了咯 下一名号在那边 我们尝试开车 哦 嗯 它是detect 到的 它真的是detect 到的哦 OK 我们现在去试试一下 我发觉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因为我做过iX嘛 所以他们走着很多那种 水晶水晶的东西 以前是那种 8系列啊 competition 还有那种水晶嘛 对对对 以前是gear knob 啦 上一集达达就是那个水晶的东西 连它那个这边附近都是水晶的哦 然后它也是没有那个 Aircon 出风口的 哦 它就是并玩在里面的 我找不到啦 然后我就习惯就有一个Aircon 的调的 然后它调的不是那种上下左右 它是那种3++2这样子移的 就连现在开这个 也没有button给你按了 只是可以跟这个 它BM 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在的 那些三条线啊 我觉得它有一个reblending 让我对它有另外一种感觉哦 Technology 到来 去试驾 let's go 按这个开始了呗 是没有Slinger啦 我很顺耶 会有压力吗 你驾驾的车 不会 其实我开达到它车有压力了 应该很长啊它走距 因为我驾别人车都会有一点 莫名的压力了 我觉得这个 Family car 也是很不错一些 孩子在那边玩的它空间就很大 然后又可以开玩看戏 以前BMW就是很注重 对对对 现在的BMW 向往有注重内饰 外观 因为BMW 很多年都是没有所改变的 我觉得从3系列 前两款啊 它就开始很注重内饰了 它已经不再是那种 我们所谓一看到的 就是总是BMW的 你只是看这个车就懂了 因为现在所有的XDrive 全部都是用这样子的车 这样子的车了 已经是没有那种两厘圈了 没有那种 如果是你喜欢那种汽油车 或者是有工具的人啊 你会喜欢那种紫针吗 啊对 因为要看RPM嘛 但是你这个已经 都不需要RPM 走电已经不需要RPM 它就做700多Nm了 蛤? 你有什么车可以坐到700多哦? 我不懂啦 讲真只有电车可以坐到 对对对 然后说到是500多哦 我们最丑 你这样 400为500 官方是4.7秒 0到100啊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马来西亚都还没有进步 马来西亚进步了的话 哪里有这样的价钱给你买这种车? 也是 如果是它完全全 安排好给你了 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哦 其实现在很方便了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 Better Road Assist Plan 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 比如你要下Rofo 你要上Beneng也好 哦 你只需要把你的那个Adress 打进那个App里面 它是跟VC模一样的 哦 它就会提醒你 OK 你在这个油站 你一定要加电了的 它不会给你Risk的 它已经是给你一个Planning了 所以 加电成人是 MOSTLY Based on你的Planning啦 很考的Planning 就是那种last minute 每次站在 最后一刻那种啊 那种人就危险啦 我听到带主意啊 他们有讲一个叫 BV Range Anxiety啊 啊对 他们有这样子的那个 有焦虑症 就是你怕你去的地方 会没有电啊 还是没有的充电 这个是现阶段马来西亚 还没有做到很完善的地方 才有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你是说你Dandy Drive 去公司啊 回来加买菜 其实是负费了 现阶段的新的Condo 开始就有很多充电站 以前的真的 你还要去申请啊 做电班啊 什么很麻烦 那现在是MEMO啊 什么地方都有了 对对 其实很多充电桩的啦 很多Taging Station的 只要有那个App就可以了 它那个App会秀给你看 你哪里有充电桩 哪里有充电桩 但你是以你最靠近的 未来总有一个POWER BANK可以驾驶的啦 它一定会有的 当有那个DEMAND了啊 就一定有的 有去研究啦 哇这辆车真的是很舒服耶 地上的路不平啊 很舒服哦 没有Dire的声音 没有风声 我之前那一辆我是own iX啦 iX会比较风 因为它是carbon的 material那个声音 其实你讲你驾车 坐旁边副驾啊 很舒服 还有一个东西是 你不会觉得有压力感 我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个S-Class啦 你会感觉到就是 这辆车就很大量 对很压迫感 这个你就觉得你是完全可以控制到的 它有一点像SUV的高度哦 它的座椅的那些整个的高度 不然你可以调低拉的 嗯 我觉得很舒服啊 只看它远远这样子很爽啊 每个人讲 哇 这样长的车你不辛苦 当你驾车你真的不会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车 这个来就是车的设计 的人体工学很强 它看起来很大直 可是又不会讲很遮你的视角 简直它很多东西下的 这个车是很满一下 TOWER的影响 这个是有的有的 有的都有的啦 这个还可以自动驾驶的其实 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不建议使用啦 就你看现在线都没有了 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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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你在后面你觉得骰车哦 你按那个 但是你的手一定要握着你的那个 方向盘啊 方向盘啊 刚才听你讲700多扭力嘛 嗯 你踩油还不会觉得很那种 不会冲 不会冲 但是你要踏完啦 现在过报表我来试试看 我没有踩鞋啊 我没有踩鞋啊 没有踩鞋 我很常做S-Class 就是我朋友的S-Class 然后我发觉到真的是 天 有有 各有所好 对对对 因为S-Class来讲 那个时候已经有很长的 feature是10年前就有了 那现在比较的 比如说我们做过7-Series 这个是我第一次 可是我去做全店的 它又认为我改观 就是连电车可以做到这样的 配置啊 它这辆的range 可以去到多少600多 官方显示是614 但是你在City Drive 没有可能的啦 最多也给你500 诶 这边有秀的 就是560 unless 你真是去highway 而且是T&C apply的 就是说你不可以超过这样的速度 然后你不可以开太多的 antainment 则 它可以 max range 去到614 可是他们讲多数都是讲 这个range 它本来扣这个28 对啊 扣啦 所以做这架EV的车是 包括 planning 因为它很多里面都用着电 例如说你还要充电换呢 哦 它就会吃啦 就是在扣哦 刚开冷一点就扣 开 massage 就扣 踩快一点又再扣 哦 可以试一下它的 top吗 哦 可以啊 等一下 二 一 哇 哇 我不敢讲话诶 你好像整个人吸引去诶 你自己觉得会这样被吸引去的吗 可以啊 我觉得会这样的 我还没按这个boost mode诶 哇 这个很恐怖诶 过这个boost mode你要过头咯 因为太快了 太快了 我刚才骑不到来啦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只有电车可以做到这样的 我做过Desla的那个这样子了 我反而觉得它这个会比较 压破感跟中一点 然后它有一点延迟的 这个是 你一抖 我一听一抖它就飞着去了 它是在Instagram 你看啊 很恐怖诶 可是它转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甩一点哦 哦 一定会啦 一点哦 长嘛 长哦 是啊 车长 你自己也是有iX嘛 所以你iX跟这辆比 差不多差一倍价钱 但是我觉得iX也不差 但是 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啦 是是是 当你一测试了这样你就觉得 哇 我的iX原来这样差 如果给你再选啊 给你一个 S5801 就是那个S class啦 这辆啊 power都没有的比 哦 是啊 输啊 S5801看不到车灯诶 EQS诶 EQS诶 一个 Sport version的AMG 去的那个就可以有的 哦 有的5啦 因为我知道EQS也是有一辆 700千大概那个 range的 我听他们讲好像现在有折扣 对啊 折扣着 我那天有问是扣了100多钱啊 这两个是在扣着啊 谁 580千都买到了 蛤 因为电池的margin太大了 打个比如说Taken啦 那我朋友有做 Forkland import export那些东西啦 他们不小心看到了啦 其实Taken啦 来base pack啦 250-300块 真的卖700 500多 600 哇 诶 这边你出来看 哇 哇 还有那个声音啊 哦 有啦 这就是整个增速的啊 再增速的 如果也是踩Hairway啊 随随便增200多了 最近也是有那个news 就觉得真是 P license 不可以驾这种车 太危险了 因为他们又紧张嘛 连我驾了整10年车 我都觉得有一点 太高力了哦 这个如果有点上头 真的会踩 真的啦 因为它又安静嘛 3年后退久的时候 要高力 你加上你 你不会控制那个脚的力度啊 你对这辆车有什么评价呢 好跟坏啊 因为有些人还有一个gym car 还是喜欢这个车 像我买了这个车 它也发觉到有它的好处 很好的东西是还没有发觉到 还有很不好的 so far我真是还没有 找到它去点 找到到什么坏的东西啦 你在你basic这样子的价 然后充电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只能是没有什么坏的坏处啦 因为别人关注到的就是 所谓的那个range anxiety哦 觉得这个是唯一的坏处啦 现在他们会说 哇 原来打电比打又贵耶 那我就讲了 是耶 大家有可能下个月就没有津贴了 当时你打95的时候 随随便便啊 都上百啦 一个月两myb 就至少一百二块 没有今天的话 都三块钱哦 嗯 三块零五吧 如果我算是它最base的一个算法 你这样charge 如果你在外面多少钱大概 如果你讲这个DC的话啦 4BM DC 你charge 大概一个半个小时是 然后30块 就到100%了 哦 这样其实ok啊 对啊 你fire series 30块 打油打都打到哪里去 30块 我看都不到半桶 三分之一吧 quarter 然后也很次有一下 比较老的fire series 还是BM的话 就是越老越吃油嘛 很多问题哦 哦坏处我还想到一点 好坏处啊 我还找一个坏处 唯一一个 它没有唯一 当它这辆车老了就是非铁一个 但是买的都懂啦 打个比如说就是现在今天你驾着一个 我是拿C200来做一个example啦 C200今天讲这马里西亚的Mercedes 给你的价格大概是一个300头 听说啦现在最准的啦 它会给你一个set name warranty 八道的东西啊 其实是你二手车 你买了之后 你要缓胜的一个问题 它给你的利息差不多 它可以给你零八仙耶 现在的人想法就觉得 跟Mercedes 买 我有价格 我有free service 就失败了吗 对 虽然是说我用了 market price 一倍以上来买 但是它把我cover的东西 太多了 你就基本上该给工区吧咯 对就给工区 基本上你工区里那些剩下的东西 然后好处 一定很多咯 好处就是它应该有的 safety function 都有缓second radio assitna 全部都会有啦 他有的都有了啦 我来比的话应该是来比s63的 sですね 它还要跑来手打 s63是整 200000耶 现在也来啦 那是外观 禰水又有啦 可是问题不问题 这个还很模拟两可啦 问题不问题 这个很引人而已 而且会看你的拉多 尤其是你讲的说是 CBO 的车,就是外国组装的车啦 本身我买过很多车,类似说我一个某某品牌的车,就是我跟我的堂弟一起买 同时一起进场,进场的问题是很废的,就是说 aircon compressor 坏掉 哦, shit! 我就去跟 呃, sorry! 我就跟那品牌人说,我驾这一辆Toyota 的货车,我驾它开了它十年,十一年,十五年,我都没试过 aircon 坏掉 因为我们住在 Cherars,我们要去到 Aratama Sara 的那个 service center 是多么的痛苦的嘛 在 Federal 还会是几塞车,几日,几痛苦的,而且是两轮的我们去 一次是 compressor 坏,一次是那个厚坏 这样子的,等 spare part 就要等差不多三个星期,at least 哇,这样你基本上那个车废要放这吧? 就是废的哦,放这个哦 有什么要教我的吗? 什么要教什么? 就是踩油的哦,踩油的哦 电子越来越简单就没有了? 啊,反正更简单哦 它只是它的 feature 比较 fancy 一点 有啊,没有东西要交代啊? 没有啦 基本上,我可以看你一开门,它就关车车了哦? 对,它的 safety function 咯 就是自动把你打批,然后自动把你关完整个 rolling system 啦 就自动把你放 handbrake 而已 哦 不是,我没有放 handbrake 的,是它直接自动的 哦,这样那种轮准的人都很适合用 对对,但是有好就有坏啦 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习惯驾 BMW 这样子的系列车 换 welfier 的时候,它还以为是 auto 了 它开门,直接下车,然后路下来了 是我们认识的 等一下我们讲 哈哈哈哈 诶,你讲它才没有一关门,我来看 对 过了哦 我很喜欢它的东西,就是啰 它是很 instant 的 Rift Act 给你 哇,要,就是拉下来就可以走了 哇,Pistol,很 solid哦 我记得它们不是有讲有你驾车手的声音出来的 哦,这个你要按它的 mood 咯 哦,这个 mood 来的啦 哦,这个黑色也会变颜色哦 可是我之前有try 你的 RX 给我听的 就是,嗯,这样子的而已 这样子这个是,哦,这个是那个 哦,来, first 哇,可是有人会这样子,想要这样子的 没有啦,就是它们那种 就是一个 feature 这样的 哦,嗨,知道说这个路是可以驾 40 宝啊 对,它懂的 就是跟 Malaysia Map 在里面嘛 哦 有这个一点人家买 Recon 的那种 Taken 那种就没有咯 它不会压力诶 讲这个,我现在好像驾这个翻新一下 对,而且你这样子它就自动驾车了 不要踩 brake 啊,它就自动驾车了 你不要踩油,要不要踩油 我没有踩油,我现在把 你只是在控制 steering 因为这个,这边没有出现 只要前面煞车,你看看它慢慢,把人缩了 啊,人家前面煞车,你不要煞车,不要煞车 哦,我紧张,我不懂它会做嘛 哈哈哈哈 喂,真的咧 那你一踩煞车就禁止完咯 这个在highway塞车上,真的很好用 它很detail 我是很想要try的 哇 哈哈哈哈 加上好有这个声音啊 很进去啊 很难形容这辆车咧 因为吼,我现在驾,我就感觉到 太先进了,我们习惯自己操控啊 所以你手放电话,他会讲 detail line 哦,它这个就变轻车了 它的那个轮车,哦,它有线它就可以了 所以它有轻车,它就会把你控制到你的左右了 但是这边都还开启了,看不到 所以马上鞋要不建议使用了 哦,就是它有一点挖,它还跟着你玩 对,你这样它一边玩,它也是跟着你玩的 这你看着吧,我等着吧 你还是要抓着啦 你不转车,它这边可以拄着 第一 anybody to hold the steering 按信号我要转右 א�Where它等我出去 它背后可能会把你 confessed 你的那边是自动了哦 因为电车太安静了 有了好像晚上加更有感觉 它的灯是那种水晶灯还有LED哦 在很亮的地方哦,它还是很亮哦 刚才我们去开头的时候也是很亮啊 你看Creheid坐到了沟 哦,现在我们有去探讨到一个点了 我发现现在的人也不会去care about value 因为很多人买电车嘛 买电车是死刑来的 肯定是 所以我发现到人家开始也慢慢没有去care about那个东西了 我这样子溜死了啊 没有feel 诶 没有feel 诶 好像二十这样诶 所以前面可以变200 不知道你过头发中空吗 会啊 因为好像我驾Porsche还找到说啊 可能它的五环啊 kick啊 其实它椅子太紧啦 如果它的缺陷还补给你 这样没有声音 给我做声音给你咯 你这样没有内饰做给你咯 你这样没有系统 还是没有做给你咯 又有天窗什么 晚上又亮亮美美 哇 这样它其实都有补料 这个价钱来讲 它相对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啊 非常值得 它外观是一百万两百万的样子来的 对对对 它有用 它拥有的功能啊 是一百两百万的 一百到一百五十万的 range 因为你讲这有些跑车都没有这些功能啊 老实讲 其实这样子 如果没有subsidize 的话是很贵的叻 哦是啊 这个是EV 吗 没有text吗 哦哦哦哦 如果有text的话 如果有text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900千里 这样是什么啊 等一下 你拉着咯 你拆就拆啊 啊 拆又拆啊 这样 哇 给它三二一拆 拉 哇 还恐怖哦 我不敢哦 刚才有一点抓不住它咧 它有一点推了 EV 好的地方就是这里我觉得到 它的扭力很高 是要加速的时候可以加速 一个百多千的车啦 像那种BYD 三秒可以坐到一百三点五 对对对对 为你这样震 零到一百已经不是一个看头了 不是一个看头啊 对于以前那种 engine的车 零到一百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看头 对对对对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 没有啦 随随便便电车都有啦 随便可以零到一百 也就三百四秒了 随便那个中国的电车都 两点二 两点五秒 哦哦哦哦哦哦 然后又有一会便宜 它们卖八百万过九万多吧 我觉得今天就到此为止 你心心平复了嘛 因为刚才有这个boost啊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我紧张 我有点抓不到那个steering 它有一点太快啊 原来你紧张啊 我紧张哦 啊是哦是哦 还有一个坏处 Daya 电脑版跟我讲 这个Daya 最多可以给你走一万五 它很吃Daya 它很吃地 它很保护啊 它是Sport Daya 最后一大问题 像你买这辆车嘛 过给你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车 不要讲你有孩子没有孩子 还是有家庭嘛 像阿环是Roma 哦 Fuck man 我真是Roma 因为一人也载孩子 我觉得那个蛮糗的 我也是跟Jey讲 我就讲我 Roma 是一个很class的 很classy 它又不是很 太Sport 然后又不会太 brand Roma 是多少 多少钱 3 哦 1.3 1.3 不要讲新车啦 哦哦 值得买啦 值得买 今天车 呃192000 好 谢谢Vincent 今天借我这辆车而已 有让我大开眼界 我觉得我 给他的结论就是 是非常值得的买 然后 这个什么都有 我带主意很像给他 那个EVC 的确 因为我有叫过EQB 我去做EQS 我觉得他们 Mercedes 做了一个点 很奇怪是 还有一些EQB哦 还用回旧的 用回那种EVE 我就有很多个问号了 可是 这个他就真的是很果断的 全部换就换 做iX的时候 我已经对BiM有感官了的 嗯 我叫了这个7 Series 我用价啊 不用做 做的一定是100分了的 可是你驾的时候 价值输出还是很美的 没你驾的人 你不会觉得到很闷 OK好 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的话 请分享 第一按赞 and follow Wincent的IG 还有我们下一期见 bye bye